現在說一說釋放是為什麼需要釋放和釋放什麼層面 譬如一個人受了冤屈,而他裡面有開心的時候 是影響他的思想,影響他的感覺,也都影響他的潛意識 因為他的靈可以被魔鬼攻擊,很明顯有個人 整天都處理不到人際問題,一路生氣一路生氣 生氣一路生氣,他祈禱就會不通,就會有問題 即是釋放他的思想也不行,他人已經被罪和邪靈的影響 或者不一定是邪靈附體,而是他的靈已經不潔淨,不釋放,不自由 所以釋放是需要在人的全人裡面的,思想的釋放 譬如人的思想總是有些懷疑,覺得神罪自己不好 這個思想是要釋放和改變的,這是最容易的 然後他的意志,其實很多人未必會決意我完全跟從神 他的意志上已經是有不好的地方了,他的感覺還是有激氣,有牢草 或者是他的潛意識受影響,或者他的靈,他的祈禱不通 總之人在不好的狀態之下,而無法處理的時候 他人,由他的思想一直到他的靈,每一部分都受影響 所以釋放的仇是全人的,需要在他的魂,他的靈,和他的潛意識裡面 即是全部都釋放的時候,這個人才是全然的釋放 如果不是的話,就會是某個層面 而他保持這個釋放,也是要他全人去保持 即是說人越是全人健康,也能夠隨時處理問題 那他就不用整天去做釋放 即是他就算有些傷害,有些激氣,他都很快釋放到,處理到 那他就問題不大,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即是我認識一個人以前都頗嚴重的 他是怎樣呢?他又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他又買了水晶,又聽到邪靈的聲音 結果怎樣呢?他睡覺,他聽到邪靈在他身邊說話 他感覺到好像有些氣在那邊吹 一些靈界力量在他,在他床那裡走來走去 在他房間那裡走來走去,即是很多事情 那我跟他祈禱就很大釋放的 但是呢,他回家也又不電 那我後來了解就是他經常都生氣的長官 經常都不,即是那件事處理不到 他總是說,他這麼多年都我不好 好久不生氣的 可以的,可以的 總有一天你會發覺不可以的 因為我們這樣想 就是我們的生命很寶貴 如果他不好,我為何要受他的影響呢? 以致失了這個恩典 當一個人長期被他配偶受影響 受他配偶影響的時候 可以說他不斷需要釋放 因為最好就是阻止了這個影響他的內容 我都說到處理人的傷害有兩種 一種就是他講的說話出來 根本你就不介意 你都接受了他是這樣的 那你就不是被打倒先 第二種呢,是被打倒之後又是起分身 處理回 第二種呢,是多數人的方法來的 那當然是有點痛苦的,又難些的 但是最好就是 他一邊說話的時候,你馬上已經分辨 為何他今天說話是這樣的呢? 他有什麼原因呢? 那你接受他的時候 接受他是這樣的 那他講什麼是他的問題 我的生命很寶貴 所以我的決意不給他影響 那時候他就不能進去 但如果你長期有這個進去 這個人可以說實在是需要釋放 整天他都會不斷 米宇,現在是兩個情況 那個老公可能很喜歡的老婆 是瘋的 你不瘋呢? 你不瘋呢? 當然 你不喜歡他瘋 當然,因為他這樣說 他老婆瘋了 就是罵他,讓他發瘋 對 他覺得我是男性 我有無相的尊嚴與權威 老婆瘋了,非常好 老婆不瘋呢? 就覺得出極都不像 就是說粗魯瘋 真的很不行 這個人現在這樣 為什麼現在不鬆我呢? 我現在這麼瘋 他可能會更瘋一點 更用一些更厲害的方法 OK 這是你的想法 你給他影響他會瘋 這是一個可能 但是 真實發生了 真實發生了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 我也不會被他影響到的 他想我瘋 是不是代表我要瘋給他看呢? 不需要的 即他想我瘋 我為什麼要瘋給他看呢? 我為什麼要因為他而發瘋 他因為我瘋 根本有一個usual practice 他是瘋的 他說什麼事 我都不放在心上 他一直說的時候 我一直在分辨在發瘋 什麼事情 我曾經跟你說過 有一個人他很不接受聖靈 他一直跟我說 但我一直聽 我一直分辨 他有他說 但我一直聽他 我看他 我不是不理他 我回答他 不過我不給他影響 我為什麼要被他影響呢? 他的錯誤的看法 那時候他講完 我也是這樣 我也會這樣說的 我的思想上是有 但感覺有點不舒服的 但我一會兒就已經鬆了 一會兒祈禱就已經鬆了 最好就是過程都不 即是連那些感覺都 立即處理完 立即起落 就更加… 他… 可以的可以的 他在心裏面說謊言 一路… 真的嗎? 一路… 一路… 他在心裏面說謊言 那我看著他 那你心裏面說謊言 那他不知道 我早就沒有動 那可能我已經全部都關掉了 講謊言是其中一個方法 那我就覺得呢 在這些情況 是應該有恩典的祈禱 神愛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體重我的 這個人傷害不了我的 還有講謊言 我都提大家 因為有時有些人 講謊言 是一路的腦空白 不停地口說 有時他未必會講謊言 他只是習慣了 口說的方法 所以我們講謊言的時候 我們是要習慣成人 想著神的 有一個愛慕神 信服神的心 就不要這樣說 那樣的方式 有些人講謊言 可能是一路習慣的 我見過這樣的人 他經常都這樣說 但他未必是 生命給神掌管 未必聖靈充滿很強 神話